大家好 我是小林点赞订阅小林财经 每天给他带来最新鲜火爆好玩的中国经济的坏消息 中国的车市真的是彻底不行了 一点希望都没有了 最新消息 这个价格联盟前两天搞的 大家都别降价 就两天两天时间破产了 烂尾了搞不下去了 删除了 而且这个几个最有名的汽车厂纷纷就开始降价了 你说如果搞价格联盟 就看出来这些汽车厂真的是急眼 16家最大的汽车厂联合在一起 大家都别降价了 不要再不要再降价了 这已经是问题大大的了 没想到就搞了两天 这玩意竟然就维持不下去了 这就是典型的什么资产价格崩溃 这就是典型的什么挤兑 这就是典型的经济是完全不行的 因为我们知道现在中国经济只是车市的问题吗 车市只是我们看到中国整个资产泡沫里面最薄弱的环节 毕竟车永远是没有房产保值嘛 在每一个社会都这样 最薄弱的环节开始崩溃 这个种种迹象表明 最新的高盛连续唱空三个行业 那是出于 麻烦了 麻烦了 我们一个个来讲 先讲车市这方面 7月8号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声明称 你说什么协会 什么 现在就是这个潘工盛说话管用吗 说 你现在习包子说话都不管用 人民日报说话也不管用 你不会以为我们官媒定调了 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什么 信仰崩溃 没有人说话管用的 人民日报说四千点就是牛市的起点 管用吗 政府就是了吗 人民日报脸都脸都不要了 人民日报说话都不管用 你说这个可防可控 你说会会给我养老金 我信 谁信 谁叉叉 谁信 谁叉叉 什么工业协会 我们那个16家 什么 谁在牵头的 所以我三番四次 有的人说我黑比阿迪 我确实很讨厌比阿迪 我最讨厌那种拿爱国主义说事的企业 这完全不符合企业家精神 我不会购买 我不会购买一个拿爱国主义绑架消费者的品牌 如果我买了比阿迪我马上把它卖掉 我不小心买了比阿迪 我看到这种行为我抛弃这个产品 我以前买过华为 我大学的时候买过华为 好多年钱 好多年钱 当时华为是没有打爱国牌 华为当时是便宜 华为最开始就是便宜 还挺结实 还挺好用 后来越搞什么 搞爱国主义 那当然这个后来越来越贵 我爱不起 爱不起 没了本事 汽车工业协会16家汽车公司 抱团发布承诺书 不以非正常价格 什么叫非正常价格 乱套了 你说这16家汽车厂 这汽车什么协会 你只要还有点智商 我都不说法律意识 或者说有个逻辑 有个基本的智商 你都知道这玩意压根就不管用 你可见我也说了 不要以为上面的人有多聪明 有多理性 他一定有100%的理性 来做出一个100%理性的正确的决策 没有 包括习近平 他都是人 他都是人 他做出了决策 他也是 他的这个智商的天花板 每个人都有个天花板 他是个小学博士 他的天花板还特别低 所以 你就看出来搞出来 他竟然能搞出来这么个玩意 比亚迪牵头 搞出一个不以非正常价格 扰乱市场 公平竞争秩序 你就知道 我特别黑一下比亚迪 因为他打爱国牌 我就讨厌他 我不是黑他 说真的 这个也是大家认可的 不会说中中中 我也不会说中中国中国人说从洋没外 不是从洋没外 大家认可 觉得 比 外面有些品牌比较好 比亚迪究竟有多少 我说他造假 就完了 确实卖出去了一件车 在中国国内 但是他造假 他肯定造假 这个肯定会 一天 包括这些 妖魔鬼怪 包括这些什么外交部 不打进历史的耻辱主 包括华为 包括比亚迪 这些所谓的挥舞着爱国主义大伴 剥削全中国人民的这些东西 一天不打进这个历史的耻辱主 耻辱主 上面 中国就没得救 就这么简单 这个就这么简单 当然我们回头说 这个不以 这个非正常价格 这个东西 就搞了两天 现在说违反反垄断法 找了个台阶 把它删除了 为什么 搞不下去 几大这个汽车厂纷纷 降下 特斯拉还是特别要脸的 可见特斯拉呢 金银团队素质还高一点点 你这个拉着我来 找几个书记 背后这些东西将来历史 如果能够就把这些东西公开 你说这个汽车协会 哪个书记签的头 比亚迪通过什么方法 绑架了特斯拉签的这么一个协议 将来历史 如果能够公开这些资料 知道其实蛮有意思 这个做了一番工作 把人家拉进来了 拉进来 当然你说这个 这东西 哎呀 这就是 哎呦 能能 其实降下最厉害 也就是特斯拉 其实这个东西就盯着特斯拉 来 把它摁住 把它摁住 特斯拉就拐了个弯弯稿了 什么特斯拉也在降下 就刚签完承诺书 特斯拉就该干嘛呀 变相降价 说搞了一些什么熟人介绍 怎么 所以道高一死磨 高一张 反正这个东西 一个特斯拉成本确实 确实降下去了 另外一个 如果就看你们怎么样 反正我肯定能够变通 就里面各种盘算 这个一个的大家小小算盘也打的 大家都不都不办 底下底下的人都不都不按啊 上面这个反正就些 就都是瞎搞啊 然后大众啊 大众也搞搞 我们我们昨天说过 大众也搞了一个促销 所以说就搞着搞着 哎呀 大家都在拐弯算了 把这个删除吧 反正到时候惹麻烦 你告我也不好 我告你也不好算了 啊 这个这个东西就搞不下去 就看出来什么 看出来这个市场完全不行 我们是有数据支持的 中国成年会秘书长 崔东树透露啊 五月份末 全国乘用车库存多少 又创新高了 五月份末啊 还没算六月 六月又创新高 啊 这个五月份啊 三百三十九万台 三百多万台 其中厂家库存 就放在工厂里面的库存 就号称的啊 实质上有有没有水分 我认为有 那都什么山沟里面 那个有啊 那个整整个山沟放满 啊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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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扎汽车是吧 扎扎汽车是吧 比亚迪啊 放在烂尾楼的二楼 哎有意思啊 放在烂尾楼的二楼上面去 啊 然后这个还有忽悠消费者啊 所以这些都是忽悠 啊 这个厂家库存就已经77万 77万 渠道库存 渠道库存 也不知道怎么认定什么叫库存 渠道库存262万 就放在这些4S店呢 什么什么都放放进去的 两百多万台 厂家库存占22.6% 这个已经都这个堆完这里堆那里 都堆在仓库里面堆几百万 这就官方数据 没卖出去的堆在哪呢 还没算给他假模假式上牌 不上险 我们之前分析过有些上了牌 不上险 左手倒右手 小鹏汽车自己搞了个运输公司 运输公司 自己卖给自己 里面有人配合 里面外合 搁着股市的韭菜 把股票炒一下 炒起来 卖股票卖完 这个粮 还能上市 所以上市还是有用 上市就有资本的力量帮忙 这个 这个四月末 你看四月末的时候 库存是325万 也就是一个月多少 一个月上升了十几万的库存 有每个月它都有一定的消费 但是它生产的多余消费的 所以库存就在上升 十几万台汽车要多少仓库放 全国这个仓库或者是最大的赢家 一直在新建仓库 那当然很多工厂反正都倒闭了嘛 就拿倒闭的工厂来当仓库 赢两次 反正非无利用 这个一直处于高危 包括很多汽车厂公布出来最新的数据 包括这个马自达 马自达算好的了 马自达算好的了 长安长安马自达六月份销量啊 七千多辆车 七千四百一十一辆车 同比效果 百分之二十八点七 今年一到六月份啊 卖出去几万台啊 其实这些传统品牌 造假造的比较少 为什么 嗯 它没有资本市场这个 因素啊 没有资本市场这个因素 就呃怎么要要炒一炒啊 然后要要要资本要套现啊 是吧 这个大股东要减持啊 比较少这些东西 所以传统汽车厂数据相对来讲 比较真实啊 它它 嗯 模式不一样 模式不一样啊 然后这个估值体系也不一样啊 新能源汽车现在很多是交负量啊 啊 其实就就唯一成功的就特斯拉 啊 特斯拉一直在烧交付量 然后 呃 最后盈利啊 啊 最后盈利啊 啊 这个 呃 其他其实都基本上没盈利啊 没盈利啊 这个都在烧交付量啊 反正这个 他们就这样干啊 现在销量下滑不仅跑输成年 成年会的销量大盘啊 呃 也与他这个营销不不匹配 事实上啊 2017年是马自达在华营销的高峰啊 其实中国经济也就是17年左右 确实就到达一个顶峰 到达个30万辆一年之后啊 开始由盛转摔 啊 这这跟其实非常一致 就是不要看最强的那一家企业 看看最差的那个企业才看出周期来啊 有个看看丰田的丰田到现在还可以啊 看看马自达也看出来了啊 确实17年就到达了顶峰啊 还有一些品牌更早更早就开始衰退了啊 其实就整个市场不行了嘛啊啊 到处内转内卷啊18年到2020年啊 销量每年都在下降啊 后来合并了一气马自达退出长安马自达接盘啊 这个反正就合并了什么的啊 一直往下滑 现在的水平跟2017年剩下 三分之一不到啊 你看17年的时候是30万 现在今年上半年三万三万量 一三分之一就不到 下半年还不知道怎么样了 上半下半年如果还是三万 那就是六万 五分之一 就是五分之一 17年的五分之一 反正中国经济每年GDP都是正的啊 你这这不知道怎么搞 而且彭博社报道啊 特斯拉开始解雇中国工厂的部分员工 现在又不是连底啊 这个你看啊 特斯拉开始解雇员工 很多这个喷漆的啊 其实就就其实都大家都心里面都门欠啊 特斯拉上海工厂以后就特攻中国大陆啊 那那市场就没多少市场啊 这个马斯克为什么沙安没见到啊 因为马斯克没带税好消息 另外一头啊 我们看一些现象 从这些现象我们都看 看出来这这肯定是不行 比如林德时代 林德时代出来骂丰田 为什么啊 林德时代首席科学家吴凯啊 出来 其实就骂粮啊 这压根没什么逻辑 他就说丰田 这个所谓2027年啊 量产固态电池 他急了 他怕丰田真是做到了 啊 丰田真做到了 那那那那 这个林德时代要完蛋了 啊 所以林德时代急了啊 啊出来说啊丰田这个哎 不知道可不可靠的啊 啊 按照我们的理解 我们完全不理解 有这样的技术啊 林德时代不能理解啊 这个也不能理解 为什么特斯拉不用稀土 是吧 所以就反正理解不了啊 这个也不知道他他这个成本下降 是怎么回事啊 是是有什么技术 我们都不清楚啊 这丰田可能都都是吹牛逼的 啊 这个你看林德时代首席科学家啊 吴凯 公开酸丰田啊 公开酸丰田啊 人家看出来 这些 中国最近几年一直在黑外国 为什么 就他自己实在是不行 胡温时期 中国共产党一直吹自己 胡温时期江泽民时期也吹自己 啊 说自己带领中国这个这个越来越强 以前没有这样去黑外国 为什么 以前自己还行 以前自己还行的时候呢 主要是吹自己 嗯 然后跟外国关系也没这么差 就没必要去黑外面 呃 习包子这十年基本上中国就一个进黑外国 为什么呢 主要是中国不行了 自己不行 说出来别人也不信 啊 GDP连年都下降就官方GDP 然后失业问题也这么严重就都统计局的失业率啊 然后确实也看到人口啊方方便便都不行了 呃 实在吹自己不知道怎么吹啊 所以这干脆就高质量发展啊 呃 然后说我们现在环保哈哈 呃 也不知道灰埋和煞尘暴为什么越来越严重是吧 啊 然后 就干脆就黑外国啊 说外国很乱啊 这个不行 那个不行 因为自己实在抬不起来 所以也不知道这个这边你边不下去 干脆就黑外国 来解决问题 来获取到这个这个 这个无论是心理平衡还是这这种啊 资金平衡啊 这个就告诉大家大家别跑啊 外面都很乱啊 就中国好啊 这 以前你有但是细胞纸这十年更加严重啊 因为他不行 我给我的我的我的看法是因为他不行 所以他天天要黑外国 啊 还有一个威马汽车啊 我也是这个想值得一提的 威马汽车 我们是看出来 搞了一个学习强国 威马汽车也是彻底完蛋了 最新是一万四千块工资发不出去 工人工资发不出去 因为一万块一万四千块被法院列为私信被执行的 威马汽车 2023年每每个月销售量只有两位数 几十辆车 找都找不到 可能也是自己卖自己 榜单上找都找不到 威马汽车彻底完蛋 他搞了个什么 学习强国 我们就看出来现在中国这些企业都是狗急跳墙 这个比亚迪说我们是民主品牌 你们必须支持我 不支持我比亚迪的就是不爱国 威马汽车说 哎 我是学习强国 我把习家军入这个帽子扣在自己头上 什么玩意 这些企业都是什么玩意 什么底色 我们就看出来 搞个学习强国 你这汽车有 你该做好你的汽车 把学习强国搬到汽车上面 但对驾驶 对对这种安全 一个驾驶的安全保障有什么了关系 对吧 那这个证明这个企业彻底完蛋 这个就大家就看到彻底完蛋 文才说高盛 你就看到这种种种奇葩的东西 这个这都是反映中国经济 彻底不显 完全不显 所以企业做不了营销 往体制靠 一个这样的经济体能好吗 高盛又出来放了两炮 之前是 银行是吧 然后这两天芯片 他也发出一个唱空中国芯片的 看空 看空中国芯片股 企业的报告 就是说中国芯片是不行的 这个造益创新 给他评级卖出 中国的龙头 芯片股造益创新 这个目标价给他 下跌百分之三十 说的基本面有问题 基本面有问题 所以调低中国芯片股的评级 而且中国的什么稀土限制出口 一定搬起石头砸了这一截脚 十几年前其实在日本他已经作偶 后来就彻底失败 之后他不敢用到到今天席包子又拿出来 他自己搞自己 然后高盛还说 中国今年流出的外国直接投资总额达到一千八百亿美元 实现了很多年以来的禁流出 流出 流入中国的投资小于流出中国的 这就是数据 高盛经济学家预测 今年2023年中国的禁流入的外资是负数 要达到负数 不可能刚刚临嘛 肯定要不就赠 要不就驸马这么大个数字是吧 所以这这就是外资也在跑 一个一个人民币汇率肯定长期承压 人民币汇率不行 方方面面这个现在中国市场没有吸引力 你到这这些汽车厂 那个一个一个个都都是现在都要搞个价格联盟 就给你们也搞不下去 是吧 这两天还有个奇葩 还有个奇葩 特别乐的东西 就什么呢 拍了个电影 还有电影叫做我的中国心 芯片的心 拍成了电视剧 你看这简直的 魔幻 这个导演也不知道是不是两面人还是高级黑 说这个 我们 我的中国心 这个也说某个企业家研发科研男神 科研男神研发芯片196纳米 196纳米 什么鬼 这个拍拍 你可见 你可见现在就是 我估计电视产业过审是不是很难 是不是很难 现在 一定要往这些概念上面凑 才能够得到某种支持 那证明一般的市场 没有 他可能就就拍出来点爱国的题材 或者说我的中国心 就有一些可能是宣传部门 给他采购 这个放在央视播一下 他他就能变现 估计是是是这么个思路 所以包括威马汽车这个学习想 我就看出来中 中国亲中国经济是出大问题 所以时间有限 先说这么多 今天主要是说了一个高盛 一个中国的汽车 那先说这觉得有点意思 简单的有分享 拜拜